小乐高 来乐去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坏雪起的很早 现在是下午的1点 但是坏雪今天早上3点多 凌晨3点多的时候就起床了 长途跋涉 专门从上海飞到了成都 对我们又来成都了 这一次来成都干什么呢 来成都自然是给成都的小伙伴们送福利了 坏雪现在在经由万达广场 来看看我的正前方 看到没 积木的世界开到成都了 来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据说这一次又有许多新的好玩的国产积木 会一同进入积木的世界 以往我们只能在那些积木展玩具展里边看到这一些大的积木杀盘 但是这一次 在积木的世界里边 我们也看到这种大沙盘了 哎呀我们的镜头 镜头我把它手动掰下来 看一下啊 来看到没 这边全部都是那个故宫 然后这里一块全部都是流浪地球 这一块全部都是奥特曼 我相信小朋友们肯定很感兴趣 然后再往后面是各色的航空航天 来为我们中国航天一起喝彩吧 哎据说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个骑士梦 来看看我身后 好多的摩托车 用积木搭建的世界地标自然也不会缺少啊 樱花系列 哎好几个我们好像已经拍过了 但是好像也有两个没拍过的 嗯 但这买回去 让您和同学继续做一下 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森宝积木的花墙了 我整整一个柜台看到没 全部都是各色森宝积木的花朵 来凑近看一下 哎各色的花 据说应该一共是24种花都很漂亮啊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而且这种花的价格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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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惠的 一盒也就一个汉堡可能比一个汉堡还要便宜啊 对了提醒大家一下 嗯 吉姆的世界成都金牛万达店开业期间呢 这个森宝的花是有活动可以赠送的 具体欢迎进店咨询营业员哦 其实说实话 从2019年开始坏雪第一次接触吉姆的世界 那个时候湖州店刚开业 某个人还是挺感兴趣的 呃 当然由于2020年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 因为疫情的影响这种线下店的扩展啊 生存啊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 但是好在在2021年我们看到这种 嗯精品化的国产积木专卖店又开始进一步在拓展了 嗯 像宜宾啊 呃 德阳啊 呃 像成都啊 等一个个店都在开出来 我个人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的 嗯 下一次积木的世界会开到你的城市吗 来 在评论里边留下你的城市 让我看看哪个城市的呼声最高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